疫情持续延烧而血库同样是告急 需要大家来帮帮忙 根据监血中心的资料显示 目前花莲地区平均的备血量需要7到8天 不过目前呢 血量库存只剩下不到4天了 尤其是A型O型都很缺 请大家赶快来捐血 本土疫情延烧 单日确诊病例突破万例大关 除了不少民众被匡列居家隔离 各大学校纷纷改线上教学 企业则是推行居家办公 以降低染疫风险 民众外出的意愿降低之后 也冲击到血液库存量 疫情前的话是跟疫情的前后人数 的确有差 现在的话人数比较少 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太敢出门 疫情持续延烧的同时 还有许多患者饱受其他疾病之苦 血液需求并未减少 所以来捐血的那个民众 就是因为出门医院低 所以捐血就少了 但是病人并不会因为疫情 而不需要用血 所以这样子有落差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的那个 就是现在已经是到缺血的状态了 那目前的话 就只剩下4天的安全库存量了 那其中呢 A型跟O型只剩下3天 那AB型4天 然后B型5天 所以其实都是在急缺的状态下 所以其实防疫跟那个捐血 其实是不冲突的 而且在捐血中心的各个的捐血点 我们都做好了防疫 但以往主要募集的地点 如企业、学校 都已远距上班上课 而导致血库入不复出 剩4天的安全库存 其中A型、O型两大血型 只剩3天 记者林杰 花铃市采访报道